大家早安 都有帮这个无心带录音 难道这两位也是国民党的网军吗 反算高家瑜不思检讨 另一头被指自己声量和脸书留言 是可蓝营买网军撑起的无心带 也痛批高家瑜抹黑攻击 根本是投机政客 请问你有证据吗 还是你就只是像去年一样 在你因为一失五命行政失灵 这些言论造成本土派支持者反感 到网络上面表达对你的意见的时候 你却在最后把民进党的败选 全部归咎于这个侧翼败票论 李燕秀花200多万买网军公关公司 这个是事实 那无心带自己也曾经质疑过 所以对于这个钱 到底是不是花在打击高家瑜分化绿营 我想答案非常明显 高家瑜一打二毕竟谁叫他是现任立委 自然成为标定 不过攻击他的还有这一书 没要选的 翻出高家瑜连输过去危机跑票 被陈储记录 反指高家瑜说谎 欺骗赖清德 替他背书 没跑票 在其他的投票上 没有一致性的决议 那当然各自的行为 当然党团也会有相关的罚款 等等的处分 高家瑜的连任路 不好走 TVBS新闻 李国正确换柔 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MING PAO CANADA